Hello,大家好,我是曹哥 今天用鸡腿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这种做法好多人都没有吃过 如果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鸡腿 肉质鲜嫩 而且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其实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跟着我的步骤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五只鸡腿 把它放到大点的盆里面 然后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一勺普通的面粉 再加入一点料酒去腥 然后下手把鸡腿给它抓拌均匀 因为鸡腿上面有一层焊皮 所以我们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加入一点面粉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把鸡腿表皮清洗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血沫也能吸附出来 食用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能让鸡腿清洗得非常的干净 鸡腿抓拌均匀之后再倒满一大碗清水 把鸡腿完全给它清洗干净 这样清洗出来的鸡腿血沫也没有了 而且鸡皮也清洗得非常的干净 鸡腿完全清洗干净之后将它困水拿出来 再放到另外一个盆里面 然后再倒满清水再次给它清洗一下 把鸡腿表面的面粉完全给它清洗干净 这样清洗出来的鸡腿就非常的干净了 吃起来也非常的健康 全部清洗干净之后将它矿水拿出来 直接把它放到案板上 下一步我们来切一下鸡腿 准备一把小刀把鸡腿给它破开一下 把鸡腿上的筋给它切开 切成像这样子就非常的OK了 下面我们准备一把剪刀 把鸡腿给它剪开来 我们剪的时候要找最薄的地方剪 这样鸡腿的骨头就很容易轻松的拿出来了 这个做法非常的方便又快结 全部剪成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而且骨头也轻松的拿出来 剪出来的骨头我们可以留着 把所有的鸡腿全部给它剪开 全部剪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到大一点的碗中 接下来往鸡体里面撒入一点胡椒粉 一大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一点点辣椒粉 如果不喜欢吃辣可以不放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一下抓拌均匀 让所有的鸡腿都裹满着料汁 所以这里要多抓拌一会儿 把鸡腿全部抓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放一旁腌制20分钟左右 20分钟过后把切好的葱段和姜片放入进来 再加入20克的啤酒 用啤酒腌制鸡腿肉质非常的鲜嫩 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好 而且还可以去腥增香 把鸡腿简单的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腌制一个小时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点白豆腐 准备4-5块就可以了 然后把豆腐放到案板上 硬刀把豆腐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豆腐这里要切厚一点 不要切得太薄 如果切得太薄的话 煎出来的豆腐容易烂掉 把豆腐切成我们薄蒸蒸的厚片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温三趁热把豆腐放入锅中 开小火把豆腐给它煎制一下 把所有切好的豆腐全部放入锅中 豆腐放入锅中之后 10秒钟不要冻它 10秒钟过后我们将它晃动一下锅 防止豆腐烧焦粘连在一起 豆腐煎制20秒之后 我们用铲子将它放一个面 这样煎出来的豆腐就特别的香了 我们用小铲子把豆腐全部给它放一个面 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曹哥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点个米费的小红星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豆腐煎至两面金黄 开小火慢慢把豆腐给它煎制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这样煎出来的豆腐外酥里嫩 然后把豆腐夹出来放到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的鸡腿也 接下来我们的鸡腿也腌制好了 我们把鸡腿简单的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入味就可以了 抓拌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鸡腿给它拿出来放到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热之后把腌好的鸡腿放入锅中 这里我们开蒸小火把鸡腿给它煎制一下 记住一定要开小火不要开大火 开大火的话容易烧焦 开小火慢慢的把鸡腿给它煎制一下 鸡腿煎制一分钟之后再将它放一个面 把另一面也给它煎制金黄 这样煎出来的鸡腿就非常的好吃了 闻着都特别的香 我们不停的给它放一个面 让鸡腿受热更加的均匀 把鸡腿煎制入味 所以我们这里煎的时候要多放几次 不然的话煎出来就不好吃了 全部煎好之后把腌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然后把剩下来的啤酒也加进来 接下来盖上盖子焖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时间到了 我们打个盖子看一下 哇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把鸡腿的汤汁给它收一下汁 把鸡腿的汤汁给它收汁就可以了 看一下煎成像这样子就非常的香了 闻着都特别的好吃 然后把它夹出来放到碗中备用 鸡腿放凉之后把它放到案板上 硬刀把它切成小块 这样我们吃起来就特别的方便 鸡腿全部切好之后倒入碗中 倒入碗中的时候我们把豆腐也放到碗中 将豆腐整齐的摆放 鸡腿里面放的豆腐可以解腻 而且吃起来的时候特别的香 豆腐摆好之后把鸡腿摆入豆腐上面 哇真的是太香了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食饮油 把前好的蒜末青椒红椒放入锅中 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 把青椒和蒜末炒出蒜香味 再加入一碗水淀粉勾芡 加入一点点毛毛盐 少量的胡椒粉增香 一勺生抽 一小勺白糖提鲜 然后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把汤汁炒至轮稠 把汤汁炒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把炒好的汤汁淋在鸡肉上面 哇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腿有蒜香味 有豆腐的香味 有青椒红椒的香味 吃着特别的简腻 汤汁放好之后 再加入一点葱花 顶缀一下颜色 哇真的是太美味了 一道鲜香美味的鸡腿 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小孩子特别爱吃 特别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 做上这么一旁 真的是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点我头下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